大家好 欢迎收看 ONE GAME UP 我是特伯斯的KHR 今天我们讲的游戏是Raccoon Tycoon 若我们直译的话 其实是一款euro style的交易游戏 如果你看到内面的相片都大约知道 其实它是一个类似股票炒卖的游戏 当然了 这些游戏不会炒股票 它们会炒些不同的货品 那里面是不同的动物大亨的耳人化 你扮演着其中一个大亨 要透过炒卖不同的货品去赚钱 去赢这个游戏 这游戏有什么特别呢 首先要看看它的机制 每个玩家都会抽到这些卡 每张卡都会分为价格和产品的部分 那你出了一张卡之后 那卡就会有两个部分 上高的价格那里 就会根据上高的货品 将它交易市场里面的货品的价格提升 反过来 下面的Production 就可以拿回那几款的Production产品 保持在自己里面 由于你推高了某些货品 那你下次拿到那些货品 如果你去做一个Trade 卖了它之后 就可以拿到多些钱 其实就是一个类似这样的游戏 其实这类型的Trading Game 以前在股票的主题都出过不少 但这游戏有什么特别呢 我想几样东西 首先主题比较有趣 就是用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动物 那些大亨作为一个卖点 另外就是它里面 你看到这些公仔和画风 都会吸引到一些玩家会留意这些游戏 另外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Building 这些Building 就会给到一些Special Ability 那些Player 你拿了钱去买了这些Building 当你在做一些Trading 或者你去做不同的行动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额外的能力加成 这个也是这个游戏的那个变化的部分 那好吧 说回它里面的Component 其实你看到这幅图里面 它会有那些动物大亨的卡 就给你我们买回来 就参加这些N的分数 另外就会有很多不同的Building 的卡 这些Building卡就会有一些能力 那当然就是钱 那要留意一样东西的地方 就是今次这个游戏的钱 就是用Paper Money 即是大富翁的那些紙的钱 但是它有一个Version 就会有一些upgrade 那upgrade些什么呢 我待会看到后面你会知道 你现在看到这幅图里面 就说那些component 那些token就会在正方粒粒 但是呢 其实这游戏 现在跑的search goal 就已经不同了 有些什么不同呢 第一就是 它有一个叫delug version 那这个delug version 就是会有一些金属coin 代替那些紙币 作为这个游戏的交易 而这些金属coin 不得了了 就是除了显示金钱之外 它连些动物的样子都进入 非常之特别 也值得令到期待 另外就是刚才说的token 本身就是一些正方粒粒 但是现在它就会造成不同货品的样子 那样东西也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卖点 尤其是喜欢这些wood token的朋友都会留意 好了 说了这么久 就看看这游戏 那优点方面 刚才说的 非常简单的trading game 其实刚才已经说了rules 另外美宫吸引 那些动物的卡 很多朋友看到都问 这是什么game 主题也有趣 尤其是这种简单的游戏 配上这种有趣的主题 就可以吸引到新手 硬件 Coin和wood token 可以带到气氛出来 而更加重要 集合所有东西 这是一种不错的新手推行game 又有一定的重玩性 但是说到这里 缺点也走出来 就是trading game 很多朋友不太喜欢 因为始终都是很讲求计算 我这件货卖入多少钱 卖出多少钱 很多算术的部分 就是要计算 另外对于gamer 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今次的游戏 price和production 是靠抽卡去决定 跟以往的股票game 都有一点不同 就是它不是很控制得到 很靠抽牌抽回来 运气成分会比较高 而刚才说了 这个游戏其实以往这种系统 都出过不少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好像有些旧瓶 伸走 暂时看下去 它那些special building 的数量都未算是很多 可能重玩性方面 都会差一点 好了 又来到了KH 这些游戏没有责任推介 我觉得这游戏是值得入手 为什么会是值得入手 原因就是作为新手的推坑 游戏 它集合了美工 主题 component 简单易学 有一定重玩性 以及Gameplay时间 但看回它的review 都说不太长 作为一种新手游戏 日门游戏 是值得可以保持的 今集就到这里 希望可以帮得到你 下集再见 拜拜